大家好我是一元 今天來到天母的騷聲工坊 我們今天要去訪問 隨性Rhythm Let's go 樂團隊的意義是誰 不可預測訊 歡迎收看原理精神Rhythm 我是一元 今天訪問到的是 隨性樂團的吉他手 阿拓 大家好我是阿拓 我們今天來到騷聲工坊 平常這邊是你在負責的嗎 對就是這是我的店 然後隨性都在這邊練團這樣 錄音一部分 對 平常會幫別人製作 會就是 我們就是定位在一個比較 就是平價的 就是你要進入這個樂團圈 我覺得這邊蠻適合的 如果當然你有比較好的預算 我們也會建議說 例如說 像鼓這種東西 你可以拉出去錄 因為它跟ROOM很有關係 如果你希望有大的ROOM的話 也鼓勵大家去外面錄 然後像吉他 如果你今天不需要很大的空間感 你可能就在這邊錄 其實是CP值比較高的選擇 對 了解 好我們今天來介紹你 現場所使用的器材 好的 我們先從吉他開始 好好好 看你想從哪裡 好那就是 沒有如果是今天講現場的話 基本上只有前面兩把 對 後面都是那個放個陪襯的 對 就是 後面是因為我錄音在用的 對 那現場我主力都還是以TakerS為主 那 基本上就是因為我會比較喜歡 你能動的東西越少越好 就是你現場如果還要想很多東西說 我今天那個音量怎麼樣 Switch哪一段 如果太多選擇的話 其實很容易不小心 誤觸到你一時沒有發現 就會很麻煩 所以 我希望它越簡單越好 那基本上就是兩把就是一個 一個雙安全跟單安全 然後Rosewood Maple 所以就是很明顯的一個分隔 你今天要彈重一點 就是用一段把 今天要彈比較亮的東西就是這把 對 所以那我自己又更喜歡這把 因為畢竟這把等級是高一點點 它是DX 那那把是算Standard 但它就是一個 2015年的Limited的版本 我主要是覺得它滿美的 因為這個就block 然後對 所以我才買那一把 對然後 基本上現場用就是這樣 那其實很多時候錄音裡面 你會聽到比較撐或什麼東西 其實會是用Letsport 或者是有時候會用蛋糕的SG 來錄 對 因為現場我是 我滿不習慣Gibson的重量感 Letsport是一般太重 SG的頭重腳輕我也不太習慣 對 所以我現場都還是以Tekaz為主 對 它原本都是原廠 算是 它改了一個Trobleed而已 但是基本上就只差那個音量 就是你拉小的時候 它高音不會同時變很悶 這把是改去Rbleed的 那那個可以介紹其他人 後面基本上就是都是 錄音用 對都錄音用 那335應該不用多介紹 如果在我們的歌裡面的話 像是重新開始 這個時候 那個節奏吉他是用這個錄的 你會聽到比較多 就是空心琴的聲音 比較多是這個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是只有這把 後來我才買了Disenberg 然後後來之後發現其實 它的泛用性其實比較高 就是半空心琴 我主要是希望它的那個刷扣的 我喜歡它刷扣的 所以 以刷扣來說的話 我本來是 這把就是想要做那種類似那種Oasis tone 那種刷下去那種很音式的那種Tone 對 但其實那個雖然是對格 進去之後EQ 起還要在 在低音什麼都還要在卡 就是有點麻煩 這個直接錄進去我覺得聲音就蠻對的 對然後音色是類似的感覺 當然它比較modern一點點 但我覺得基本上都是我想要的那個type 對然後後來就變成 就是真的你要彈比較像 我們有一首比較爵士一點點的 叫做謝謝你的愛 2016 就像一張小EP的一首歌 那個就蠻爵士 就是真手實用就把它完成這樣 你所有的錢裡面都是在台灣買的嗎 其實這只有這把是買新的 啊不這把也是 這兩把在台灣買的 這把就是我升大學的時候買一個新的 對然後這把是後來 因為我很喜歡週末的一請就買的 對所以就是這兩把是買新的 剩下剩下的都是二手 這個根本沒有在台灣賣啊 因為這個就是Limited的啊 只有在美國買的到 然後那時候就是eBay上面標的 對然後這個是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寫一些錄音的東西 沒有Lessport不行 所以就是還是要去搞一把來 所以也是買一把二手 然後這個也是就是那時候在練爵士 所以買的 其實還有一些琴啦 可是就比較不重要 我有些弄Ibanez啊 就是你要大搖桿的時候 還是得用一下那種 但那個就是功能性的 我覺得沒有特別拿來錄音用 對 嗯 好接下來介紹阿托的效果器 好的 那其實我現在現在的現場啦 就是我現在是只用HELIX而已 那我之前主要主力來說 都是以BOSS為主 對當然 錄音上可能會有很多東西 但這是我基本上的Live Setting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PCB6 然後其實我前面本來也 一開始也是用BOSS的CS3 但是就是 我覺得那個Tone真的是有點太太母湯了一點 而且加上我真的是蠻喜歡 大家看我這個就有三顆 對 這每顆聲音還是真的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True Bypass的東西好像 蠻容易會感覺到 像這種裡面Buffer的就會比較差異度沒那麼大 所以那個 我自己還買了很多顆在比對 有什麼不一樣這樣 對這個都蠻正常的就是GAME低到高 然後EQ 然後這個東西我就是有時候換 你現在是PS5嘛 那有時候我會換成BF3 然後有時候會換成C3看需求 那 假如說 歌速 就是演出的歌量比較多的話 我可能會再多串一個放在這邊 對然後就是這個 唯一一顆不是POSE 就是這個DNA COMP 像我的Converzer幾乎是Always On 就是從頭開到D 對因為我就是希望 我的琴聽起來是很被吹出的 這個B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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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因為它的那個反應就是會讓你很明顯有一個 我聽起來比較刺激 現在其實音量有點偷作弊啦 音量大了一點點 所以會很明顯 但事實上我覺得那個音色我是喜歡 比較有那個被推擠出來的那個感覺 對 所以就是對於隨性來說它蠻適合的 所以只有一兩首歌是我會關掉的 就是真的是需要很弱的動態 像是雲中樂啦 就是特別的狀況我只會關掉 對要不然我是覺得開著聲音都是比較爽的 再來OD2當然就是 就是同一個型號的其實 我覺得差異到沒有真的那麼大 但大家最容易比可能像就是DX-1 就是你今天的DX-1買新的 跟你去買日常的 或者是日常銀螺絲的 可能都不太一樣 最明顯的其實是OD啦 OD3跟OD2當然就是本身就是 完全不一樣的兩個聲音 然後OD1的話又比OD2更破 所以其實我有點不需要那種破 而OD2其實在隨性的現場的話 其實還算是開到中間啦 算是蠻破的 算是破破了 對 那OD1的話騎開到中間就有點更破了 錄音的時候蠻常會用音箱的破音 對它就是掛在音箱前面做一個 就是幾乎那個Drive是快要0的那一種的 對稍微修飾一下 讓它不要一聽就知道說 啊看這是ORANGE TONE這是什麼TONE 一聽就聽出來 你會有點 對還是會讓它不要那麼 一聽就是 大家馬上知道這個TONE怎麼做 對讓它 對那DX-1的部分 反正所有LOGAM就都是OD2啦 然後HIGH GAM我就是分DX-1跟HM2這樣 對那DX-1我就會用在一般比較龐克在刷 好像Vanchion Set改這種 Vanchion Set改其實我也不是在刷 類似這種 就是我要一點Drive 所以其實我的Distortion都是關到0的 直接是沒有 對然後我就只是要它那個高頻 有一點Saturation的感覺 就是不要真的聽起來很破 所以真的刷的時候 其實還是蠻破的嘛 你的DX-1就是這麼破的東西 所以大概我覺得開超過12點的DX-1 就蠻難聽的 不管哪一個版本我覺得都蠻難聽的 就是大概零到 就是最小到12點之間 是可以去研究一下 但我通常就是最小的 所以其實它D音聽起來是有點笨的 就是它並不是modern的破音 就是你真的要蹭 其實它蹭得不是非常好聽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 它拿來Solo的時候也不會沒有中頻 甚至有點Fuzz的感覺 它會是比較可以撐出一些單音啦 我覺得 像是什麼Cut.5的一種 類似這樣其實就夠了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PS5是我主力的Modulation 因為它的功能多 它有很多Mod可以換 那它可以做就那種detume 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像Colus類的東西的話 它是可以弄的 還是可以做出一些像Colus的聲音 我主要還是拿來真的當它是Pitch Shift 有些時候會有一些疊的東西 像是 就是這樣而已 它本來是一個 它原本是這樣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 但現場的時候你要做的時候 這個就是可以 對 類似這樣的效果就可以馬上有一層出來 Helix主要它就是 因為就是我之前眼睛受傷嘛 所以我現在看不太到 然後就是後來就復出場的時候 好像是在The Wall吧 我們有兩三場 反正就復出一個巡迴 然後那時候我都還是帶原本這個Peddle 然後就因為 第一個是我現在眼睛也不能適應 就是光度的很亮很暗 我是看不太到的 就是人一到十的話 我現在可能只有就是四到七 那附近是我眼睛是比較 Walking比較正常的狀況 所以我戴墨鏡因為舞台上的燈亮 然後戴墨鏡之後就發現 哇我完全不知道我踩了什麼 然後Live House的聲音狀況 其實常常也是就是 你監聽沒有那麼理想 對 我根本不確定有沒有看到Delay 甚至我現在踩破音 踩了哪一個都不是很確定 那這樣就真的很慌 所以然後燈是完全看不到 甚至連我腳到底有沒有踩對顆 我都不是那麼確定 因為有時候剛好是暗的時候 就完全不知道 所以後來換Helix 然後其實它也不錯 它對我的眼睛很友善 是因為它是早數外面有那圈光的 對 對很多都是它的面板很亮 可是它這個東西旁邊其實沒有什麼光 就是或是很暗 對那我覺得Helix這東西 雖然對我來說有幫助 雖然說我現在還是用電腦在戴 但是就是至少要踩的時候 我還看得到說我現在在亮什麼這樣 所以算是蠻救命的 但Helix對我來說 只是把這些東西的音色在裡面找到 對我沒有什麼用什麼特別的技巧 對 但是它是一個蠻好的又方便的東西 對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 先介紹一下音箱 對這個是我硬是要求加戲 加音箱 對大家看一下都可以來燒聲來錄音 就是Vox 就是它是CC2X 對就是Vox其實當然 我現在主力音箱是這個 但因為其實外面蠻少開得到的 就是蠻容易開不出Vox 或者是Vox來其實狀況其實不好 所以其實我並不會特別一定要外場用 我特別推就是X系列 就是後面是那個Blueback的 對我覺得跟Greenback差蠻多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你試一下Blueback真的是 比Greenback的動態好非常非常多 對上次那個劉邦姐來這邊錄的時候 哇你這個Vox也太屌了吧 好為什麼跟其他聲音不一樣 我就 來錄就對了 來燒聲錄就對了 來這邊錄音就對了 對 然後其實現場我最常用的可能 會是下面Twin Reverse 喔也是Twin Reverse 就是最 就是這一面搶三顆就是我主力的三顆 對因為我練團站這個位置 對那邊搶是主力我的 不外面其實比較常用可能會是Twin Reverse 那我其實我就是比較喜歡212啦 我覺得聲音比較集中一點 在外場上來說 因為我不需要很大的影壓 可是我希望它顆粒感就比較清楚 Orange的話 其實現在反而有時候比較容易開到Orange 大家真的器材都越來越好 雖然是蠻開心的 對 所以Orange 我覺得就是也是一個 怎麼調都不會有問題的影響 可是有的人很不喜歡啦 就是搞不好你就很不喜歡 對我自己不喜歡 就是應該喜歡Marshall的人 都會不太喜歡這些東西 對因為它都是 就是那個中品跟Marshall很不一樣 對所以 可是CleanTone我也是都會用這個 對會用這個 對就是大概 所以像我拿這些印象就看了出來 其實我有點小怕Marshall 對就是大概是那樣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會怕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就是它的中品 可能有時候你都會覺得那個 存在感不太舒服 我是不喜歡Orange的那個粉味 就是那個粉味 對那個粉味我不是很喜歡 好 了解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為琴啦 如果你說Tally的話 它一定就是要有那個高頻那個東西 所以那Lessport確實就不需要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錄音也都是蠻常見的東西 但是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練團是都不會真的練到很大聲 對 可是錄音的時候 我非常建議大家真的就是 放一個超感大聲的 試試看 因為真的真空管 你把那個音量吹出來之後 音色蠻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那時候 跟Neebam我去美國錄完之後 他們是直接開到9 開到底那桶 結果你進去是這樣 這樣進去才走得進去那間房間那種 可是那個音色聽起來超爽 所以回來之後我也試著 真的就是盡量開大一點 但當然還是看場地啦 因為像這邊是吸的很乾 所以大概可以看到6左右 對 其實很大 對就是非常大 可是發現再大其實就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對 但如果你今天空間很大的話 甚至可以開到 其實就是你開到那個房間可以承受的量 你會覺得整個房間裡面都是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就是那個機器真的發揮到一個 最High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好 接下來介紹阿托的隨身小物 隨身小物 好 隨身小物 好 這個就是我現在演出必備的東西就是 墨鏡啊 墨鏡 對 剛剛講的眼睛 我剛剛就是樓上怎麼會反應 因為現在我要非常非常多墨鏡 因為一方面是 因為我就是眼睛有問題 但是又一定要戴眼鏡 然後就是我沒有辦法 真的就只戴一個墨鏡 因為我眼睛也不適合動那個 就是矯正近視的手術 所以早上是可以掛在眼鏡外面的 我只要可以直接蓋上去的 所以你是戴兩隻眼睛 對 其實我都是戴兩隻眼睛 對 所以發現它就是選擇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是看到幾乎都是我覺得 海客也就買了買了買了 所以就囤積很多 像這個就是比較活潑一點的 那前一陣子買了一個 那個 海客任務感 這個看起來滿好笑 這個真的是 對 就是 這個超帥 這樣看起來就舒服了 剛剛一直看了展燈 一直覺得有點焦慮 對 大概就是 所以上台都是一定要準備這個 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場合會什麼狀況 所以都要多抓幾副 看場合去佩戴到底要戴哪一副這樣 對 這個滿重要的 大家好好保重你的眼睛 有沒有影響你最深的音樂人或者是樂童 因為其實當然在每個人生的一個時期 可能都會影響的會不太一樣 所以啟蒙的話應該是張宇生 對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很小 因為我姊姊那時候 其實我姊姊聽音樂我覺得還滿有Sense 對 然後他就是有 他有在Follow張宇生 然後小時候就是覺得 喔這好High喔 然後還買那種 那個眼鏡這樣 學他這樣 對 我覺得那個就是 算是我音樂上的啟蒙啦 對 然後真的 可是如果真的是說到彈吉他 可能就還是在 我們那一輩那一波 就是張正月到五月天這一個時期 其實比較合理 會讓你想玩樂團那些事情 對 但其實音樂可能就還好 他覺得那是一件酷的事情 對 但音樂啟蒙應該是張宇生 對 張宇生 如果要對接下來想要玩樂團的人 或者是後輩又想要進去玩樂的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他們說的話 或是建議 就是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做就對了 就是你覺得這個事情有趣就是多做 但以這個年代來說我覺得最怕的就是 大家的時間真的都太零碎了 所以投入的時間不夠的時候 我覺得這會是一件很焦慮的事情 就是你不管做什麼其實都一樣 現在時間都被隔得太碎了 所以很難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其實不是玩樂團啦 就是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你試著把其他東西想辦法硬是拋開 你就是先努力做一件事情 做到你覺得它無聊的為止在停 就是不要去管說好像有很多別的事情要做 對 那些事情其實你都是可以想辦法硬幹不用管 對 就是出事情再說 但是就是想辦法全心全意做一件事情 好 今天非常謝謝阿多接受我們的訪問 好的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